自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 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之后 双方三十多年来 依然为美台军售问题发生摩擦 究竟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对台湾出售武器 让美中两国不断因此而关系紧张 还是干脆放弃台湾 停止对台军售 避免为台湾与中国发生冲突 我们需要合作的时候 你们去和我们很友好 如果不需要合作的时候 有时间去追行 上海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我感到我们不能这样合作 我们应该是真诚的 友善的合作 才能四十代的离合下去 当我们开始说 我们之间有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时候 彼此将难以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 这段音对台军售而起的 你来我往言语 道进美中两国无法妥协的分歧 历年来中国在美国宣布对台军售之后的制式反应 就是指称美国违反了两国1982年8月17号签署的联合公报 在公报中 美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 并承诺将逐年减少对台军售数量 不过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在对台军事部署方面的作为 不符合公报中关于军售的重要前提 1982年8月17号的联合公报说 美国打算逐渐减少对台军售 但是这个声明的前提是中国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 更重要的是 里根总统的六项保证中 其中一项提到 美国不会终止对台军售 里根总统还列出了他的指导方针 表明军售的数量和质量 会依据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来决定 2009年退役后为中国电信公司华为 在美国进行游说工作的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欧文斯 在金融时报上一篇文章里主张 随着中国经济和影响力日增 美国必须务实认清中国的力量和角色 不应再继续为军售与中国持续发生摩擦 欧文斯认为 美国对台军售所依据的台湾关系法 已经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2011年5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问中国时 担任翻译的傅立民 在位于罗德岛的中国海事研究所 发表的演说中表示 台湾议题40年来不断困扰 并限制美中关系的发展 极有可能在中国民族主义和美国军事力量之间 爆发一场血腥战争 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 在2012年1月的外交事务期刊上一篇文章中认为 美国无限期对台军售 只会让中国对美国敌意增加 因此这个问题最好在未来十年内解决 布热金斯基最近在一个 与中国留美学生的对话中 重申了这个基调 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 未来在某一时间点开始不再继续对台出售武器 但保留让台湾从其他地方购买武器的选项 因为即便在一国多治的模式下 不会有解放军住在台湾 台湾也会拥有自己的军队 如果美国无限期受台武器 那不但只给人一个印象 事实上也的确造成台湾与中国的分裂 许多前美国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 对台军售不仅涉及 美国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 如果放弃台湾 更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 传达错误信息 让他们对美国的承诺产生质疑 影响范围极为深远 台湾方面也担心 即便目前美国政府和学术界主流看法 仍然支持对台军售 不过弃台论接二连三的出现 在美国学术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仍然有可能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 目前这些所谓弃台论 或是终止对台军售的做法 虽然说没有成为一个氛围 但是台湾必须要小心 因为这些言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甚至它可能会慢慢影响到一些所谓 这个校园学子的一些想法 更不用想说政府 万一一些相关决策官员 他对于这些情势不了解的时候 他可能直接去找些参考文献 就发现了这些相关的佐证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能够渗透到所谓的校园 或是向美国的决策圈圈里面去 这就是美国历任政府处理对台军售的 最主要依据 由第96届国会所制定 1979年1月1号生效的 第96至8号法律 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规定 美国不但有义务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 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防卫能力 美国自己还必须维持一定的军事能力 以对抗任何以武力或其他高压手段 违及台湾人民安全和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 多年来美国政府 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执政 无论面对中国多大的压力 都没有停止售台武器 美国会不会放弃台湾 会不会终止对台军售 会不会撤回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关于军售 奥巴马政府自上任以来 显然已经进行了几次军售 我们要顾及的是 美国必须做什么事 才能实现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因此我们会基于长期以来 对台湾安全的承诺 针对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事进行评估 所以我不能明确地说 我们何时会就未来可能的军售 不过我们一定会从美国必须如何做 才能实现那些承诺的层面 来加以考量 美国国防部最近公布的 中国军力报告说 尽管近年来两岸关系改善 台海情势有所缓和 不过中国对台湾的军事部署 并没有放松的迹象 报告说 解放军投资军备的最主要驱动力量 就是希望能够在台海爆发冲突时 有能力嚇阻美国的军事介入 以上是VOA卫视 钟晨芳 任玉阳的报道